炎炎夏日很多民众喜欢喝饮料解渴 但是桃园县卫生局进行冷饮抽验就发现了 包括了知名连锁店统一星巴克以及柏拉咖啡 还有连锁饮料店Coco都被发现呢 这个饮料使用的冰块不合格 最离谱的就是桃园中立有一家知名的热炒店 长长久久自己做的这个清凉茶 生菌数超过检验仪器的最高上限250万 完全不知道超标多少 但最起码呢是比生水还要脏250倍以上 台湾机场里星巴克的顾客来来去去 天气热很多民众习惯喝饮料配冰块 但尽量要喝下肚卫生却可能大有问题 因为这里头的冰块被发现生菌数超过正常值1000多倍 里头的柏朗咖啡店员忙着为顾客点餐 但店里饮料同样出包生菌数也不合格 桃园卫生局抽茶市售饮料 发现六分之一的商品生菌数 大肠改菌数不符规定 知名业者星巴克波朗咖啡及 Coco都可连锁饮料店都有饮料出问题 生菌数动辄超过标准好几百倍 最夸张的是这家 我们是有卖 你可以教你你饮料吗 好 我们是有饭吃 那可不可以给我拍一下清凉茶 不 旁边 清凉茶长怎样不得而知 因为这家快炒店自制的清凉茶饮 被发现生菌数破表超过两百五十万 连仪器都测不出来 一般生菌数约为一万左右 换句话说 这里卖的清凉茶比生菌还脏两百五十倍 那可能暂时不考虑喝吧 对 这些抵抗驴肉的人 甚至会造成败血症 这样就有生命危险 饮料里的细菌肉眼看不见 喝下肚却可能引发食物中毒 甚至致命 卫生局要业者限期改善 民众挑选也得更加小心 我来自尝贝 有一股帐 自己的